维修前后对比图 大家好 这里是红马甲和打印机 我是红马甲 今天维修一台 李光1813的复印机 报修的故障是 打印几乎全白 现在拆机维修激光器 把外壳拆掉 拆掉外壳的目的是 把激光器拆出来 类似于这种结构的激光器 都是 在机器的中间位置 也就是纸张 出来以后的拖纸盘 下边 现在把 拖纸盘拆出来 就是这个 现在拆下来的就是激光器 激光器外边有个镜片 用手一摸 上面有很多灰尘 外壳上也有很多灰尘 现在开始清洁激光器 把上盖板摘掉 把上面所有的镜片都擦干净 尤其是激光器内部的六冷镜 这种维修其实挺简单的 把激光器擦干净以后重新装回去 一般故障就解决了 一般故障就解决了 注意 拔插激光器的时候 注意数据线 还有就是激光器的位置 一定要上掉固定的位置 这个维修比较复杂的就是 上这几颗固定螺丝 由于里边的螺丝看不见 这种情况下需要打开手机的 录像功能或者拍照功能 然后就可以看到螺丝位置 把螺丝上好就行了 这个机器的客户是一个机械加工企业 机器在车间里边 一个二楼上 尘土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激光器啊 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清理一次 这个机器一共用了一万多页了 这个激光器 这个是第二次清洁 那么这边来会有点赞的 关系的进行方式 你不过来就要加联光器 那么这边就要加热了 那么这边就行了 然后就行了 就会有点赞的 那么这边就要加热了 那么这边有点赞的 那么这边就要加热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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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好打印机打印测试页 观察一下效果 效果还是挺棒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每天更新打印机 复印机维修视频的 红马甲和打印机 我是红马甲 明天再见 拜拜